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针对鸿海集团郭台铭创办人今天表示 将以独立参选的方式投入2024总统的选战 中国国民党表达高度的遗憾 不过我们也相信郭台铭创办人一定会和其他我们所有泛蓝的朋友一样 最后还是会归队加入一起来捍卫中华民国的行列 我们必须要再一次强调 在当初中国国民党决定要采用征召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多次的向有意参选的参选人表达相关的办法 因此在经过透明公平公正 包括我们多项的民意调查还有党内的征询 我们最后决定征召侯友宜同志 在宣布侯友宜获得征召之后 郭台铭创办人也在脸书推文表示 我心长召中华民国 他一定会支持中国国民党的征召人选 到今天我们还是一样 依然相信郭创办人会信守他的承诺 他会遵照中国国民党征召的决定 来支持党的参选人 我们最后必须再跟大家来报告 经过这几个月来的慢慢的整合 事实上泛兰所有的好朋友 都已经慢慢的逐渐的归队 我们也相信郭台铭创办人 最后一定还是会归队 和我们一起来完成下架民进党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来达成所有绝大多数国内民众的期待